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一位介紹 我是一位 今天要介紹的這位 他曾經是六甲樂團的吉他手 酷愛樂團的吉他手 也是現任林俊傑的吉他手 黃冠龍 龍哥 就讓我們來看看龍哥 他有什麼驚人的收藏 跟他們背後的音樂故事 Let's get it 今天我們來找我 海啼石 不要講海啼石 這樣有點不尊重 我今天是抱著一個迷地的心態來 是嗎 我來找黃冠龍 龍哥 今天來到的是 Jab J的Studio 這個地方可以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首先我覺得很感謝姨元 我們有這個機會可以在這個節目裡面 然後跟你一起聊到音樂 聊到吉他 就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你還提 還提時候 我出道蠻久了 錄航很久了 那現在大家在的地方是聖所 那也是Jab J Productions的錄音室 錄音室也可以說是一個攝影棚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完成 非常多的事情 舉凡錄音 魂音 甚至我們要在這邊做表演 都是在這個地方去做完整 線上直播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旁邊有一個很大的攝影棚 就是之前像JJ他們現場演出 會在這邊 也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算是可以一條龍作業這樣 沒錯 其實當初我們在打造這邊就是希望 可以在這個 不大也不小的空間裡面去完成 所有我們想要完成的夢想跟任務 我覺得要稍微聊一下就是我對你的 記憶 對對對 記憶回溯一下 我記得我小時候 國高中時期 我就是在MTV上面看到一個樂團表演 那個樂團叫六甲 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一個樂團 在一個這麼大型的舞台 然後印象超深刻 你那時候就是在台前面solo這樣 站在一個地方 然後就爆solo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可以像這個樣子 在這麼多人面前solo之間 多帥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晚上就是 常常會聽台歌送跟辦公辦讀這樣 就是一直在想 哇 六甲好帥 六甲好帥 再來就是酷愛的事情 看到龍哥跟范逸層一起組酷愛的時候 就是很像台灣有那種壁子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就哇 其他爆solo 一直爆solo 超爽的 我就是從下 一直一直在聽 所以龍哥真的是影響我 其他英雄這個style是真的影響我很多 這樣子 再來就是混混天團 就是 反拍了一個電影 對對對 那個應該也是差不多四年前 2010年的 前仁豪導演的作品 對對對 那時候我印象是超深刻的一個畫面是 你在全家當店員 對對對 然後被欺負 然後旁邊是放一把ESP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哇很認真看 對 所以在全家工作可以用ESP 對 其實 雲農只是演戲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什麼樂團相關的電影 所以樂團電影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很震撼的 像那時候在 APA的電團室 然後地下絲龍 其實現在都已經沒了 對 都沒了 對這些地方都沒了 所以這部電影其實對我來說是 哇台灣竟然有派一個在講樂團故事 在講樂團故事 而且還算蠻認真的在講的 嗯 對就是你看到的時候會 玩團可以跟黑道有掛鉤這樣子 好像有點帥 就是玩音樂的小孩 絕對不能說 可能啦 可能就是一半一半 對一半 不一定會變壞 但通常不會變壞 對通常不會變壞 對對對 我們今天其實主要就是來看龍哥 各個時期不同的吉他收藏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看 好啊 沒問題 OK 接下來介紹青青的第一把琴 那我現在介紹的第一把呢 是我在還沒成立牛甲之前 我在PUB駐唱的時候 所用的第一把琴 嗯 OK 這一支呢是Bender的DELUXE 喔 DELUXE 那時候我記得在金螞蟻 應該大家都超熟了 我記得要買 3萬多塊吧 那時候 以現在來講感覺不貴 但是那時候對我來講 那個時候很貴 然後它是一把單單雙的琴 然後我那時候為什麼會選擇這把琴 的原因是因為 你知道在PUB駐唱 你要能夠滿足各式各樣不同風格的音樂 對 可能Disco也要會 Funk也要OK 很Rock的東西都要可以 所以我覺得 選擇一把單單雙的琴 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 對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實用很全面的一把琴 嗯 所以我當時就選了這一支 每一場製的FENDER DELUXE 那 我記得我那時候買大概是2000年左右 喔 2000 對到現在已經20年了 20年了 它一直到現在我覺得它的穩定度很好 就是它的Clean Tone很甜 而且我很喜歡用第四段 它就有一種好像玻璃的聲音 就很喜歡這種老美式的那種Clean Tone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對然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把琴有很多歷史的見證 比如說像這個 FENDER很多琴後來不是會做 Relic 就是故意把琴弄得舊舊的這樣 對舊化 然後它原本並不是這樣 就是它真的就是被我的皮帶刮壞 然後就是真的是歷史的傷痕這樣 然後坑坑巴巴 因為以前POP時期的時候 那個環境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然後有時候真的我跟我說 喝一喝 不是不是喝一喝 工作表演表演就打架 然後酒瓶就飛上 我是真的遇過 直接飛上來 就是有就是不小心被波及到這樣 曾經有過 那時候會覺得 唉唷真的是這樣 我們還要唱嗎 我們還要在台上嗎 那該跑 對 就是遇過打架或什麼 然後你看還有就是 以前有不良的習慣 喔燙燙的 曾經有抽煙的習慣 然後後來就是表演的時候 會把煙頭放在這邊 然後就不小心燒壞 燒傷這樣 其實蠻好看的 其實蠻好看的 其實是我故意燒的 沒有啦就是 它都是一些歷史的過程 所以一直到現在 我還是很保護它 雖然它沒有時常配到我身邊 可能在我弟弟表演啊 或什麼會用 但是我們都還是很愛惜這一把琴 嗯 好這個 背帶扣 耶啊 這也是我當時一個小巧思啊 因為吉他手的背帶 最重要是什麼 帥啊 帥嗎 要帥要怎麼樣 要長對不對 要低嗎 一定是要這樣子 然後才可以這樣子 對 一定要越低越好 我以前表演 那時候在六甲時期 我就曾經 在一個那個我們Studio的 一個大鏡子前面 然後就練習整個下午的 怎麼樣彈吉他比較帥 然後那時候是我們整團 都會這樣練 就沒事就是 大家在那邊 然後背著手背著 然後弄得很低啊 然後吉他手 想辦法怎麼樣帥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欸夠低 就很好看 很棒 然後你要跳或什麼 可是如果真的你要solo的時候 你就很慘啊 因為這樣你要怎麼solo 對 很難彈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欸那如果我真的要在表演的時候 能夠快速的堅固帥 又要好彈 那唯一的方式就是 快速變化背帶的長度 所以其實這個的好處呢是 如果我今天我要耍帥 我可能就是把背帶放在這邊 我的背帶口就是弄這樣 那如果我要快速換到solo段的時候 就可以來這邊 喔真的喔 所以是歌曲當中這樣換嗎 我是可以這樣子換的 哇靠 是不是很方便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 是不是很好的一個idea 我真的是因為這樣 然後我覺得欸蠻不錯的 所以你看其實 我中間還有一個洞有沒有 這個洞是被我已經拿掉 拿掉 哇這個應該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拍到這個 真的 沒有人這樣哇 沒有人這樣玩過 對對對 OK 接下來這把PRS 來來來 哇這把算是我這20年的吉他手生涯 陪我征戰最久的一支 我也是最常看到他用的 最常看到他嗎 我最早開始買他的時候是在 我記得是六甲時期 也是在金馬一買 然後我買了一支二手的PRS 你知道那時候 林林怕很紅 然後POD樂團 POD Nicobe 反正很多這種重金屬樂團 他們都是用PRS 對 那個時候PRS超紅 然後我就覺得 哇我今天玩New Metal 我一定要搞一支PRS這樣 就是聲音很厚 然後Clean tone也好聽又很大顆 其實跟我剛剛那支Tender Deluxe 有一點點像的概念是 我需要另外一支全能的琴 但是各方面都更upgrade的感覺 所以我那時候在六甲時期 我就買了他 我記得我那時候好像買六萬多塊 其實現在聽起來也不貴 但是那時候 對二手六萬多 他很不錯的是 他是一支Top 10 10 Top 10 Top的琴 格子是22格 他沒有到很多格 但是也是漂亮的小鳥有沒有 所以當時我買了他 我就很開心 因為哇終於圓夢 然後我就錄了非常非常多的專輯 包含戶外時期 然後當然還有我這十多年 陸陸續續參與過的吉他錄音 各個藝人們的專輯錄音 我都有用到他 哇 我喜歡他就是在powercode的時候 一些像以前六甲時期 或是像酷外時期 就是很多的powercode 就是很多的powercode 那接下來這套這支呢 是Taylor 314 我記得那個時候 2000年左右的時候 好像是Taylor 剛剛被帶進來台灣左右 然後那時候我試了他們 我覺得 哇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工作也需要一支 很好聽的木琴這樣 那同時能夠滿足我的錄音需求 然後也能夠滿足我的表演 出去表演的需求這樣 那我選的這支原因是 因為那時候第一個 314他不貴 他的等級沒有到那麼高 可是Taylor我最喜歡他的好處就是 他的手感超好彈 而且他的聲音就是美美甜甜漂亮漂亮 他沒有像Martin這麼有個性 刷Rhythm的時候 美國不會那麼重 我不會形容那種感覺 Martin就是拿他來錄音 就是他是一個很有個性的琴 但是我覺得Taylor 你要彈finger也好 你要彈節奏也好 他每個環節都可以幫你 弄到漂亮漂亮亮 但他並不會特別突出 可是我覺得他是一支萬用的琴 所以我那時候選擇了這支314 風華時期啊 然後戶外時期或六甲時期 或六甲時期 近期就比較少用它了 在目前的工作跟幕後的工作 你覺得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然後有沒有什麼是你覺得做幕後工作 或是一向演唱會的樂手 最需要具備的能力 我先想講就是目前幕後這一塊好了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幸運的吉他手 在這20年有很多的機會跟所謂的貴人 可是其實我也是一直進進出出 所謂的進進出出是 我也曾經當過藝人 我又回來又回到平凡人的生活 我又變成藝人 我又回來 當然我覺得心態的調整很重要 我相信所有曾經當過藝人的人都知道 其實你是被保護好的 然後你被服務得很好 被照顧得很好 那你有你的Fans 你有你的所謂的影響力 可是再回到一般人的生活 你可能會不自在 你會很享受在那個光環 藝人光環之下 自己的經驗是我看得很淡 就是說當我今天是藝人的時候 我很開心 我可以在舞台上表演我自己的歌 然後我自己的團員 我自己的Partner 甚至可能會有一些認識我的人 但是當我回到所謂幕後的生活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還是很自在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是什麼 我覺得最怕的其實是 迷失 就是好像你曾經當過藝人 然後你嘗過那個甜頭 然後回不去的感覺 然後就卡在中間有點不上不下 心態上轉變 除了藝人的光環要放下以外 最關鍵的是要知道你的任務是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 我是一首歌的製作人 製作人就像一個導演 或是像一個廚師一樣 你要把所有的菜都起來 最後端出來 你要讓付錢買單的人滿意 對 所以你需要用什麼樣子的編曲 你要用什麼樣子的錄音師 要用什麼樣的混音 然後去幫你的藝人做打造 歌手做打造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那我滿享受在這個過程的 就是我很喜歡一個吉他手叫 Santana 為什麼我很喜歡他 就是我小時候聽他彈琴 譬如說他那些很經典的歌 我覺得除了他吉他很強以外 最感動的是 他跟好多好多不同的歌手做合作 對 他在這些歌手的作品裡面 吉他他只要彈一些feel 或者是一段solo 你就會知道這是 Santana 但是我覺得更厲害的是 他的音樂是很包容的 其實他可以跟各個不同的流行音樂歌手合作 但是他也跟POD合作過 然後Rockband也合作 Aerosmith Aerosmith也可以合作 各種 他都可以玩得很如魚得水 然後自由自在 甚至他的作品就是 只要一推出 一定有一定很好的成績或口碑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我的榜樣 我想要追尋的一個目標 我覺得也可以聊聊 你剛好提到就是 演唱會樂手的角色 最重要一點當然就是技術層面 技術一定要有一定的水準 但我覺得當然 這是我從業生涯 十幾二十年所累積的吉他經驗 就從我一開始講 我在pop時期 我彈過所有的風格的音樂 所以我必須各種音樂風格 都要去涉獵到 我不敢說很專精 但是至少都要會彈 所以我覺得自己心態要先open 就不能再像我以前十六七歲 還是小屁孩的時候 哇我只想練 我只想練 Chosatrani 或者是 當你自己心態轉變的時候 你就可以讓更多的音樂風格 input 欸我後來開始 blus也聽 然後流行音樂也聽 Santana也聽 因為如果我以前是聽 因為Mom's Team 我可能覺得Santana太簡單了 你這邊推弦而已 然後在垂勾弦 垂勾弦 好像沒有什麼 但其實它才是真的很厲害 所以厲害並不是在於說 你技術有多強 而是你的音樂的包容性 有多寬廣 現在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你如果只是其中的一個 吉他手或什麼 我覺得當然一定要能夠符合安全感的這個問題 不能在演唱會的過程裡面去出包 因為我常跟一些年輕人分享 做演唱會 其實跟做製作 又是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因為我今天吉他 我這個tech錄包了 錄壞了 我可以再錄10個tech 對我了不起我錄音室前多付一點 我錄整個下午 我錄一段solo都ok 可是做演唱會不是 做演唱會是現在on time 在演出了 你出包了就是出包了 你聲音就是出去了 而且像我們現在在做的很多的演出 他其實是有直播 或者是youtube是會流傳的 所以你今天你一個樂手的 miss 或失誤 他其實這個作品有可能會流傳永遠 演唱會樂手 他相對的壓力是很大的 那他必須要能夠有那個抗壓性 你能夠在既定的任務 唯一一次的演出機會 就要是perfect 當然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失誤的時候 但是我們就是要減低自己失誤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所謂的抗壓性 對啊 要能夠熬的過去 今天非常謝謝龍哥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希望之後還有機會再來找你玩 沒問題 謝謝 其實自從一元階級大開拍以來 有非常多人希望我們訪問演唱會樂手 或者是一些音樂幕後的知人工作者 這些我一直都有放在心上 所以龍哥分享的這些觀點跟想法 我相信對於想要從事音樂工作的人 是非常大的幫助 重點都還是要知道自己的任務是什麼 從哪裡來 該往哪裡去 持續讓自己變強這件事情 絕對不會錯的 你喜歡龍哥的哪一把琴呢 或者是你對於這集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記得訂閱跟追蹤DMT Studio的YouTube跟IG 也別忘了加入怡元階級他的臉書社團 我們會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 獲得由海國樂器提供的無線藍牙耳機 詳細的活動辦法都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你們的留言我都會看 也希望這集的節目你們會喜歡 我是怡元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